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水就要很紧张了啊 我们现在呢各个水库的这个蓄水量呢 明德水库呢只剩下蓄水率只有10.1 李渔潭水库呢13.3 德基水库呢剩下7.9 曾文水库呢剩下15.3 然后非常漂亮的家明湖的天使的眼泪也干涸 干涸到现在就说像看起来像个这个荷包蛋啊 这个水的问题呢是真的非常的严峻啊 到底该怎么办呢啊 我们呃水利署啊提出了一个十年后年增十亿顿水 但是当务之急当前之之水该怎么办啊 是这是很很头痛的这个事情啊 呃只能够这个就是呼吁大家 真的要真的要真的要很认真的来节约用水啊 现在这农历才刚刚过呃才刚刚开始啊 在农历二月然后梅雨季呢今年也不乐观 所以这个水的状况呢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严峻的啊 好这个外面天气那么热呢 我们的播音室呢却很冷啊 所以呢欢迎您现在呢正在收看我们这个直播的朋友啊 我不止呢穿上了呃运动外套我下面还有一个披肩啊 在遮住我的遮住我的腿真的很冷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呢 目前呢是下跌了五十点四八点指数来到一万六千两百六十二点六八点啊 呃亚太地区亚太这些主要的这个国家的呃股市呢 除了深圳深圳综合指数呢呃涨了一百零五点四七点涨幅是百分之零点七七之外啊 其他呢都是下跌的日进二二五指数呢下跌了六十一点五一点跌幅是百分之零点二一 像恒生指数下跌了五十九点八二跌幅是百分之零点二一 哎也是零点二一啊上海综合指指数呢是下跌了十点七七点指数是百分之零点三一 我来看一下哈韩国韩国呢是下跌了二十九点七四点跌幅是百分之零点九七 呃南北韩的这个形形式啊因为呃 金与正啊他又放话了哈就是因为呃美韩二加二会谈即将在即啊 所以呃金与正就放了又放了狠话啊 这你们如果想好好睡的话呢 你们就不要在那边啊搞东搞西啊呃可是呢 他的形式呢的确是紧张的啊就在于是呃美国方面呢 今天有一个啊就美国的这个呃空军上将说啊 我看一下啊呃美国的北方司令部司令他说朝鲜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开始是非改进后的洲际弹道导弹 这就是增加了两边之间的紧张关系了啊呃虽然 虽然啊虽然这个朝鲜呢应该没有呃在合适的风险性我这判断是这样了 因为他如果说进行了合适的话那他会遭到非常强大的这个压力啊这个压力呢 恐怕呢就不只是制裁这么简单了啊因为呃布林肯和奥斯丁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 他们在昨天啊在日本进行的二加二会谈里面他们后来发表的这共同文件其中有一项啊 当然他们主要是在应对中国的威胁啊然后日本还说呢他们要加强这个国防实力 然后美国呢是说他呃坚定不移的致力于通过包括核武在内的各种能力保卫日本啊 嗯我觉得他提到了这个核武能力啊核武器的这个能力指向性的应该有相当的一部分呢是指向于平壤啊指向于朝鲜啊嗯这个这个讯息呢是要必须注意的啊那韩国在这种情形之下到底啊呃明天的二加二就美韩之间的二加二会谈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呃是非常的高度令人关注的啊呃我们看到在呃呃 美日的二加二会谈那双方的这个共同文件而且布林肯呢开宗民意呢在谈到就是跟日方对话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威胁呢呃对向了中国这都是非常不寻常的啊然后呢他们批判呢啊这个批评这个中国大陆呢呃在去做跟这个呃国际啊看国际程序不一致的行径啊构成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层面挑战 等于是个全方位的一个挑战啊那对于呃美国来说他现在采取的这个做法呢就是团结这个呃盟国来对抗这个崛起的中国大陆而这也就是呢在川普时代的时候呢呃他被批评的就在于是说你要对这个中国呃施压啊 那你应该是你如果团结了起你的盟国的话你那个压力呢和你的你的这个作用力呢是会非常的大但是川普不来这一套他就一个个的拆好他打单边他个个他每个都出击啊他对他的盟国呢的下手呢也不轻啊呃那他为什么没有采取这样的做法除了就是呃单边的啊他走单边主义不走这个呃多边之外呢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因素呢是他一开始呢对于呃中国大陆的强硬的这个施压在关税上面他并没有要把中国打到死啊他并没有要去呃窒息中国的打算他只是要在你就在贸易的这个数字上面呢要让大家要让这个美国好看啊所以呢他采取了一个其实是效用不大的一个做法啊就是增加你的关税然后逼这个中国大陆呢 来跟呃美国谈哈然后要再要承诺啊大幅度的采购啊然后在高科技上面呢他倒是玩真的哈可是呢呃我认为呃川普呢他并没有呢要去真正的掐死中国窒息中国呃的这样子的呃战略意图那他基本上没有战略啊他的他只是因为在他后期的时候在应对呃新冠疫情的时候呢非常的就是无计可施啊 黄枪走板所以呢把这个中国大陆呢拿来当做既旗的目标来甩锅啊呃他他缺乏这样战略但是当这个拜登政府呢现在采取的是一种越来越强硬的这个做法啊即便是这些国家他要串联起来的这些的国家跟中国的贸易量的往来非常的大哈呃他们在利益的选择上面的轻重不见得都会跟着中呃美国的脚步可是这也这形成的这个态势和压力对于 呃大陆来讲也是非常的严峻的啊那我们看到呢当这个美国摆出了这么高的这个姿态在和嗯中国进行中国大陆进行二加二会谈之前不但是言辞上面啊行动上面呢宣誓上面的越来越加强越来越加强啊的时刻啊呃大陆方面呢采取的是一个和解的和缓的做法啊这个做法呢就是呃大陆呢 订了啊呃从去年以来啊从呃一月以来啊一月以来最大规模的一笔美国的玉米的采购订单啊这个是呃美国农业部宣布的哈他说中国签订了自一月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笔美国玉米采购订单啊呃民间出口商向中国销售了呃 一百一十五点六万吨的美国玉米啊哦这个是从一月二十九号以来通过农业部啊每日报告系统宣布的最大的一笔啊呃好这个你看这个所以美国就是呃中国大陆呢我觉得中国大陆摆出的这样子的姿态呢其实是是有助于啊双方在呃二加二的会谈的时候呢 不至于就不至于第一个反正你中国的态度就好第一个不会撕破脸啊第二个也也有助于和缓啊彼此之间现在拉高的啊特别是美国呢刻意把他拉高的一个对阵的态势啊因为呢美国不但是呃布林肯跟奥斯丁呢他们在日韩进行这个二加二啊呃话讲的很硬啊而且今天呢还有这个讯息呢就是美国的这官员呢还强调就说我们会用越来越只会 越来越强硬啊用越来越强硬的呃方法来对待这个中国啊而且呢中国大陆呢不要试图去分化美国的内部啊也就是说呃在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之内啊呃不管是从商业界啊不管是从商业或从各个的这个层面啊大陆都希望呢呃美国采取的是一个不同于川普拜登政府采取的是不同于川普 政府的一个做法啊但是呢呃今天呢美国呢就又再放话了啦哈就说我们会团结一致的用强硬的立场来对待中国啊而且呢中国大陆呢要拿出实际行动来哈不能够只有言言辞而这个实际行动呢包括了在对待香港问题在对待台湾的问题在对待新疆的问题 特别是我觉得很特别啊他们还提到了就是说除非啊中国大陆改善啊对于澳洲的态度否则呃美中双方之间的对话啊很难有更进一步的进展啊那呃就回到这个呃回到这个四方会谈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呃四方会谈中间啊四方会谈里面 彼此国家的盘算是不一样的啊呃日本方面呢很担心在这个四方会谈里面呢他失去了他的主导性变成是一个呃复从者啊互从者啊就追随着这个美国那所以呢呃日本方面的这官员呢这两天呢不断的释出这个讯息呢强调就说哎呀四方会谈的源头呢是呃是我们啊是日本 是安倍政府提出来的这也是事实啊就是安倍他提出来的他在他的呃第一个第一个很很短暂的首相任期的时候他当时提出来了自由与开放之湖啊然后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他提出了这个呃四方就是钻石联盟啊就是以这个美国的夏威夷这边画一条线啊串接起澳大利亚啊然后串接起这个印度形成的这个四方的这个钻石 钻石联盟啊他们就强调说啊这是我们提的啊这是我们提的啊而在今天呃菅义伟日本首相会见呃布林肯和奥斯丁的时候呢也强调啊就确认美日同盟的纽带而且强调这一点啊就是确认以美日为主导的啊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啊这当然是呃日本想要的但我们事实上也知道说我们事实上也知道说这个东西的主导 是怎么有可能是美日共同主导呢不太可能啊还是他就还是以这个美国为主导可是呃日本在意的就是这一点啊那印度方面呢因为他向来都是这个不结盟嘛啊所以呃他在战略上面呢要求的是这个自立啊所以说呃我想啊在这个呃四方会谈的这共同文件到最后呢 虽然谈的都是中国啊但是没有点名中国这其中呢印度方面的意见呢恐怕呢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啊那应那他们就四方呢就透过这疫苗啊就疫苗的方式要来更进一步的去结盟和拉拢这个印度啊所以这个日本呢就承诺他们要出钱啊而且呢要在这个日本呢呃日本呢要出钱 然后在印度呢来去呃生产啊这个疫苗就代工啦在代工这个疫苗来呃应对这个大陆对外开展的疫苗外交啊呃现在的整体的这个形势来讲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是的确是非常严峻的啊那当这个呃美日印澳啊特别是美日啊 美日呢拉起这个阵线来抗中的时候呢呃其实台湾呢是大陆整整体的啊对外工作对外形象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啊呃中国大陆呢今天呢宣布了所谓的会台的农业的22条措施啊呃今天呢国务院台办啊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等出台了 关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大陆农林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若干措施啊这个农业22条措施里面呢包括呢就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大陆呢的农业林业领域嗯取得土地取得土地的经营权啊受到法律的保护啊然后还可以融资啊借贷啊啊 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啊就是在说他欢迎啊台湾的同胞啊台资企业呃带这个呃技术啊去发展具有特色的呃农业这个很重要啊就是他们呃想要台湾的这个技术想要台湾的农民的农业呢去大陆方面这个呃发展啊这个呢虽然是一个长期性的啊 这大陆呢长期以来呢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啊可是就在呃对外形势很严峻的当下然后他才停了这个台湾的呃凤梨的呃出口呃出口啊就是凤梨进口这个大陆的时候呢呃出台这项政策啊就表示呢大陆呢在有关于融合台湾民众上面呢就是要做到像就是要做到人治意境啊就是要做到人治意境啊 呃即便是他在军事上面呢对台湾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啊呃这个军机呢在我们的西南方面呢几乎是天天来啊可是呢他在这个呃会台的政策上面呢依然啊加大这个力度啊我很愿意在这个呃在这个节目时间上面呢分享这个朋友啊在直播就是YouTube上面的一些的意见啊如果说您有什么很具体的一些的看法啊呃欢迎您呢就是提供上来啊 嗯这个呃林波维部讲就说他就看不出来大陆的整体的对外形势有什么严峻啊我想这个就是实际上的要面对要面对了哈要面对一个呃真实的呃外部环境的这个问题啊呃当当这个习近平在提到说现在看中国这一代的这个年轻人呢可以平视啊可以平视呃其他国家的时候这代表的是一个中国崛起的一个骄傲感 特别是在呃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百年的这一年来讲习近平讲这个话呢是有这个特别意义的但是站起来的这个姿态呢内在的心理的这个自信呢是要非常的强大的而这个自信的强大呢呃绝对不是呃建构在就是跟这个国外这个吵架啊大家呢你逗我我逗你啊而是一种对于本身的优点和缺点呢了然于心的一种自信啊 那才能够去看到自己的呃缺点看到自己的短板的时候呢呃心平气和的来去增强啊而看到自己的优势的时候呢呃不不夸大啊不不一不一种炫耀的一个姿态呢来去应对你说对外的这个形势呢怎么会不严峻的当然还是严峻的啊呃虽然说这些的国家和中国大陆的往来呢他都有他自己的利益上面的一个考量可是当这个呃美国呢 拉起这个态势从全方位的啊要来对中国大陆进行围堵的时候中国要在世界上面呢扮演一个具有迎大国影响力的角色当然会是有受到这种磕磕碰碰的这个方这方面面的问题啊而且呢特别是我认为在两岸关系上面啊这个对于台湾来说呢是非常不利的一点啊就在于当美国摆出来的姿态呢越强硬啊这相对的就给了呃 呃蔡英文政府呢一种很虚幻的一种底气哈他不用他就他就没有要去缓和他就没有要去缓和呃两岸关系的动力和意图了啊这个跟在拜登还没有上他当选了还没有上台之前的时候他们在呃智库上面的拜登阵营的这个学者的建议就是鼓励两岸之间对话的形势呢有了极大的一个差别啊而当呃摆出来的 那个姿态对大陆越来越强硬的时候他是要来武装台湾啊就是美国要来武装台湾要强化呃台湾这方面的这个能力的时候使得呃两岸之间呢对话的可能性呢就变成是降低了啦啊嗯好这个这大概就是这大概就是网友的这个意见啦哈就说的确啦这林伯伟长这些政策呢就是要对台湾这个人质 是意境啊但是Julian嗯他讲说大陆会台的思路已经彻底改变了从过去呢优待在台湾的台湾人变成了吸引台湾人来大陆这个生产的确是如此啊他的这个会台31条也是如此啊